国际大导演马丁·史科西斯来台湾拍摄新片《沉默》 在开拍前夕竟然发生了房屋倒塌的事故 造成工人一死两伤 意外发生就在中影文化城 古老的日式建筑是40年的寄存为鉴 根据影剧圈的人士透露 中影的经理谭敬良就曾经说过 为了告诉剧组不能选这栋房 没有料到结果是一语成诚